今天这场比赛是一场生死战 因为对他们两个来说 输的车场比赛 在这个小组里面 未必说是完全没有机会出现的 不过那就等于是把这个命运交托给别人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场比赛是志在必得的 那就球迷有福咯 因为可以看到两队的那种对攻 也不一定的 如果比如说 英格兰脚性进了第一力球过后 他可能就跟你在后面摆巴士了 然后你就三点的比赛 你就开始看到你要晕了 那乌拉圭的前锋 苏拉圭之前就是没有上阵 如果这一次让他上阵的话 那对英格兰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呢 对非常大的威胁 就是在于 苏拉圭在英格兰里面的角色 其实是扮演跟利物浦的角色 差不多是一样的 就是串联中场和前场 他不是打最突然的那个前锋 因为在乌拉圭里面 也有另外一位非常好的前锋 叫卡云尼 对 他的付出是取代了佛兰 然后他是比佛兰更年轻 更有冲击力 更有速度 而且更有创造力 而且他也非常了解 英格兰的球员 所以肯定的 他会对英格兰的球员 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说到苏拉圭是效力 那当然恰恰好 英格兰也有很多球会的队友 所以会不会他们都已经摸透他的替法 对我来说呢 也许说 利物浦的英格兰球员摸透了苏拉圭 倒不如说苏拉圭摸透了英格兰的球员 所以就说苏拉圭终结了英格兰吗 这个真的是未必 当然 因为苏拉圭是少数几个蓝美洲的球员 可以成功在英超立足的 而且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呢 这一场比赛最关键的一点 还是在于苏拉圭他本身的状态 因为他是受伤着的 他是因为为了这一场的生死战 而赶上火线 匆匆忙忙的付出 所以他的状态到底还有多少呢 我们真的是研之过早 今晚才知道 就是怕他还没有进入 因为毕竟他瘦上有一段时间了 身体上的状态 比赛的状态 是不是有达到100%